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呢我今天呢想给你们实测的一款粉底液 是我自己私下用过 然后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用 我就觉得一定要来这里给大家分享一支粉底液 这支呢是香奈尔他们家这个柔光粉底液 就是他们家新出的这个粉底液 我超级喜欢 然后呢我打开给你们看看 就是一个黑色的这个小壳子装的 然后里面呢它的package也很好看 是这种透明的这种感觉很高级 然后上面写的香奈尔 然后打开呢它是有这种泵头的 所以说就非常的感人 因为很多这种粉底液在这边北边买的嘛 都是没有泵头的 然后这个呢是有泵头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干净卫生 然后这款粉底液的使用感非常好 这个粉底液呢就是小红市上都说 它是滤镜粉底液 就是擦了以后觉得皮肤特别特别好的一款粉底液 我自己也是了 然后一天下来我的一个妆感呢 我就觉得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粉底液 所以说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做一个实测关于它的 好那我们就不多说废话 赶紧进入今天主题吧 首先呢我来擦一个防晒 因为我现在脸上 其实你们可以看瑕疵特别的多 就是痘痘 然后痘痘 然后这边痘印什么的 就是痘痘还是蛮多的 然后额头上也都长的是痘痘 所以说我们要擦一个防晒 就是让痘痘不要变黑 黑色素沉淀什么的 然后这个防晒特别特别好用 我特别喜欢 好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也不知道前几天吧 上个月买了一个这个粉饼 香奈儿粉饼 我也觉得挺好用 然后它这个包装我很喜欢 大家可以看我素颜的皮肤 是非常非常红的 就是感觉气色特别好 气色有点过剩好的那种 高原红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比较热 然后脸上给你们看一看 真的是瑕疵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等下看一下这个粉底液 遮瑕能力怎么样 其实这个粉底液遮瑕能力 我上次试了嘛 就是一般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粉底液 就是可以把我的瑕疵全部遮了 然后如果不擦那个遮瑕膏的话 我觉得很难把我的瑕疵遮掉 所以说就很难找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遮瑕能力 特别好的粉底液也可以分享给我 但是一般遮瑕能力好的粉底液呢 它就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干嘛 特别拔干 所以说呢我又是一个干皮 所以说在选择粉底液的情况下 如果我要选择遮瑕能力特别好的话 我又会觉得特别的干燥 好 这个防晒呢是有一点点一点点防晒 防晒 这个防晒呢是有一点点润色效果的 我不是很喜欢就是特别润色效果的防晒 我觉得会破坏我的底妆 所以说这些防晒我每次选择的时候呢 我都只会选择一丢丢润色效果 或者是不润色效果的这种防晒 我觉得那样我擦的比较舒服 好 我现在擦一下防晒 其实今天是个阴天 但是我还是想擦防晒 因为我是春夏秋冬阴天下雨天什么 大晴天都擦防晒的一个人 用下这个香奈儿的这个粉底液 给你们实测一下 用钱还是先摇一摇 虽然它上面好像也没写说用钱摇一摇 但是我还是摇一摇吧 这个粉底液真的我太喜欢了 我之前呢用的是香奈儿粉霜 那个粉霜我就已经很喜欢了 然后它今年出了这个粉底液 我也很喜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上 它是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流动性的 就说明它的保湿程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脸吧 我挤的这个其实已经够用了 然后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我们先上一边脸吧 我尽量往后做一点 但是因为我是个近视 然后我看不见摄像头 所以说我一直就是这样 往前这样冲的感觉 我都要我冲向你们的电脑屏幕的感觉 好我现在来弄一下 真的好久没有录这种实测呀 然后化妆事情还蛮紧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润色效果 真的很棒 看看这边的皮肤 再看这就是很棒 然后我的色号给大家说一下 刚刚忘了说色号 我的色号是BD01这个色号 就是最白的一个色号 我觉得最白的色号比较适合我 然后我比较喜欢提亮程度高一点的粉底液 这样的话就会觉得皮肤真是好一点吧 所以说我每次选择都会选择最白的色号 我喜欢那种眼前一亮的粉底液 但这样在镜头面前看 又会觉得有点太白了的感觉 你们肯定又会说太白了 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柜上试一下 这个颜色真正是最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颜色 半边脸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呢 一个大优点 就是它上起来非常的顺滑 就是感觉用手都可以把它铺开的感觉 就你平常上班忙的时候 就是很着急化妆的时候 你不用用Beauty Blender 你直接用手就可以给它推开的一个粉底液 就感觉它非常的好推开 然后它的提亮效果真的特别好 遮瑕能力是一般的 就是你看我这里有个大痘痘 它没有给我遮掉 然后我现在再点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遮瑕能力 遮瑕能力就是不是很好 就感觉就是自然好肤色的一个效果 就感觉特别特别舒服 就是磨了一层那种像 被滤镜带过一遍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我这边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红的 然后各种什么小痘痘啊 什么乱七八糟 然后这边的皮肤就感觉 马上就变好了 然后又变白了 所以这边我特别喜欢 然后再把这边上了以后 再跟你们一起说 好 现在呢 我整个脸都上完了 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感觉 就上妆的感觉 我自己上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使用感 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粉底液 我非常追求的一个是使用感 如果太粘粒的粉底液 或者是太容易搓泥的粉底液 我个人呢是不会喜欢的 这个粉底液 其实我当时去柜上的时候 我只是说试一试的心态 去看一看 但是呢 我当试在脸上以后 我就觉得 哇 它的使用感 我太喜欢了 就粉底液 我非常非常追求它的使用感 如果太搓泥的粉底液 或者是那种效果 很一般的粉底液 我是不会买它的 我特别讨厌 就是很粘腻的粉底液 就是我虽然是个干皮 但是太粘腻的粉底液 让我觉得我的脸上 特别容易搓泥 然后推不开的感觉 然后这款粉底液呢 我就觉得做的特别好 就是一个综合的感觉 我觉得油皮和干皮 都可以用的一支粉底液 因为它的综合效果特别好 然后你在脸上 就是你在脸上 化完妆以后 你再看你的脸 你就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 就是像被那个美颜相机 带过一层 那个美白的那个效果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舒服看着 又不是那种假白 它的白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白 所以说这个粉底液 我真的是很喜欢 就是唯一的小缺点呢 就是遮瑕能力 也确实 也不要怪它 如果你的皮肤 就是没有我这么多瑕疵的话 你是肯定用的OK的 因为我的皮肤 最近真的瑕疵非常大 就是很多这种 要长不长的痘痘 要出来不出来的痘痘 然后痘印啊什么 其实这边的痘印 遮的已经是OK 我觉得是一个 我满意的程度了 就是它身为一个粉底液来说 然后这边这两颗这种 就红色的痘痘 就这种红色的痘痘 我觉得没有给我遮彻底 等一下我用那个 遮瑕膏再遮一下 好现在的时间呢 是 我给你们看一看 嗯 二点二十六 二点 两点二十六分 然后呢 我就准备去画一下 我脸上的妆 然后画完妆以后 我再跟你们说吧 拜拜 等一下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 我现在呢 整个脸上的妆容 都画完了 然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粉底液 我就是一个感觉吧 我刚刚在化妆的时候呢 我有感觉到 这个粉底液 它隐形毛孔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强 大家可以看 有可能相机看不清楚吧 其实我这边蛮多黑鼻头的 然后毛孔有一点点粗大 然后我觉得这个粉底液 把我的毛孔都隐形的 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粉底液 然后呢 它我的感觉 还有一个很好的感觉 是我刚刚有说到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那种 滤镜的感觉 就像磨皮的感觉 这个粉底液真的是 一身好推啊 就是我后面有个小镜子 然后我照一下跟你们说 就感觉这个皮肤 就像自己的就是天生的好皮肤一样 就感觉还不错 然后这个粉底液呢 我真的是很喜欢 我就觉得目前来说 没有什么缺点在我这里 唯一的小缺点 就是遮瑕能力不够强 我觉得我喜欢的每一款 那个粉底液 都是遮瑕能力不够强 但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优点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真的很好 就像我刚刚有讲的嘛 我觉得使用感很好 我之前呢 有就是买它之后嘛 我第二天 我就自己就是在家里 就是做了一下实测 就是画了一天的这个 用这个粉底液的这个妆容 然后持了一天的妆 然后呢 到晚上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缺点 它也没有什么暗沉的效果 我在小红书上 看有的宝宝说它会暗沉 但在我这里 我真的觉得它没有任何的 暗沉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一天下来呀 这个妆就是持的都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看这个 就是我录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也没有看别人的review 就像我之前录视频的时候 录这种 就是这种实测视频的时候 我会去看一下别人的review 就看一下别人 怎么对它的评价 但是呢 我这一次呢 就是没有看任何人的 那种博主的review 我就想自己就是给一个 真实的一个 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反馈在这里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一天下去吧 现在是 嗯 2点45分 然后呢 就带你们一天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 这个妆容 然后在我脸上的一个效果 持妆能力呀 或者是它晚上没有暗沉的现象呀 或者是拔干的现象呀 我们就一天下去看一看吧 然后呢 还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是Match这个粉底液 非常好用的一个定妆粉 这个是我最近买的 娇兰的这个定妆粉 非常非常的细腻 就是感觉特别特别丝滑的感觉 这款定妆粉 所以我很推荐给你们 然后这个胶卵的定妆粉 我觉得配这个 完全是绝配 因为它们两个出现的效果 都是非常的细腻的感觉嘛 就感觉就是皮肤非常非常好 然后这个是非常的丝滑 就是感觉这个 一点都不干哦 然后它的这个就是 效果我真的太喜欢了 你看它的这个粉真的就很细腻 然后就擦在手上 真的是感觉皮肤不要那么好的感觉 然后有的粉底 就是有的这个粉饼嘛 是比较会拔干 然后破坏妆容的 然后这一款 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的缺点 我觉得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它 然后这两个就是买它买它买它 就没错了 它呢可以倒退到前面 就是返回到前面去看一下 我刚好没有化妆的脸 就是其实皮肤真的很差 然后涂了这两个东西 尤其是这个粉底液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妆容 就是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的感觉 就皮肤变好了嘛 所以我很推荐这个东西 很好用 偏看一看这个粉底液的一个效果吧 那我们等一下再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 我又换了一件衣服 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衣服 有点就是领子太大了 穿的那不舒服 所以换了一件衣服 这个呢我今天有点想去 那个high park走一走 然后看看枫叶什么的 但现在有一点点下雨 所以我不太确定 然后就带着相机跟你们一起 顺便录一点点小vlog 然后顺便录一点这个粉底液的实测 不对 不叫录一点 录粉底液实测才是重要的事情 就是录一下枫叶 然后录一下这个 录粉底液实测 哦对 我把灯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灯打开 就是我这个头发颜色 我之前染的是一个这种灰色嘛 然后现在还没到几天 它就退到一个黄色 然后有宝宝跟我说 建议我买那种 日本的那种 就是护色的那个 洗发露嘛 所以说我准备最近休息的时候 去找一找 反正这个头发完全变成一个黄色了 我觉得再洗它就变成金黄色了 我觉得特别害怕耶 因为我当时退色的时候呢 我退的是一个这种 比较黄一点的颜色 我特别怕到时候退成那个颜色 巨丑无比 就像太炯里面 王宝强的那个 染的那个头发 就特别特别丑 然后呢 我希望我赶紧把那个护色的 这个染发的这个买了吧 嗯好 那就这样了 等下见了 这个粉底液依旧很喜欢 给你们看看近处 这个妆效 真的有一种这种磨皮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觉得 好不臭美了 到时候再跟你们说吧 拜拜 给你们拍一下我的穿搭 这个是我上次买的 Club Monaco 这个外套 大家有说很老气 然后让我退掉 但是那个receipt就是 嗯过期了 就是它14天退 但是已经14天过期了 所以我就没退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我就去看怎么配吧 就是配的好的话 也就不怎么老气 如果配的就是 这个衣服是得打扮 你就得把头发弄好 然后化妆 然后嗯就是得打扮的一件衣服 我觉得这个衣服其实挺好看的 然后因为我今天这个领子比较大 所以说我带了一个围巾 好 大家准备出门啦 等下见啦 拜拜 我现在走路感觉还挺冷的 我上次是秋天 哦春天来看樱花 那个时候也挺冷 然后现在跟之前一样了 拍了几张照片 一百张里面只有一张好看的 然后现在准备走一走 然后继续给大家看一下粉底液 然后风还蛮大的 但是我觉得完好无损 特别喜欢 一直都在说喜欢 因为是真的喜欢 没有什么缺点啦 我觉得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回家了 给你们做最后一次的update 我发现我在这个视频里 一共都换了三件衣服了 我刚收了一箱Zara 然后呢我在试穿 所以我就没有脱掉 然后这个是Zara的一件童装 我觉得我还在犹豫 就这个衣服 是keep呢 还是 还是就是把它退掉 我还在犹豫 我觉得这个颜色蛮好看 它是一个铜装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所以大家你们觉得是留着 还是就是退掉 然后它是这种样子的 一个cadigan这种样子 我觉得还挺好看 但是呢 我又觉得 又觉得不是那么合身 因为它是一个铜装嘛 就觉得袖子又短短的 这个是铜装最大的一个size 但我觉得袖子有点短 然后这边也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还在纠结 好 圆归正传 就是我们讲一下 这个香达 这个柔光粉底液 这个一天下来 我的一个感觉 今天呢 我中午的时候 就下午的时候 有去high park走一下 就走了还蛮 就是徒步嘛 走了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风还蛮大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我这个妆容 而且我完全没有补 我晚上也吃了晚饭 然后呢 都没有补妆 给你们看 就是还是一个感觉 就是越叶越美丽 除了这个鼻子这里 就是我用任何的粉底液 鼻子这边都蛮容易脱妆 就鼻子下面 然后也比较容易泛红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脸颊 有一点点出油嘛 然后感觉这个粉底液 出油之后的效果 跟我的自己的皮肤 融合的特别好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倒拔干的现象 也没有暗沉的现象 脱妆呢 这脸颊 两边都keep特别好 然后鼻子有一点脱 然后这边有一点脱 就连下巴 都是完好无损 我觉得这个太好用了 如果大家缺粉底液 最近缺粉底液 可以去香奈娜的柜上 找一找这一支 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的色号 我再说一遍 是BD01这个色号 然后我觉得这个色号 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然后我再总结一下 这个粉底液吧 首先呢 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说的 就是使用感 不搓泥 然后非常轻敷 像那就是这个脸上的感觉 就是非常好推开 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使用感 没有让我觉得 我任何不喜欢它的 然后一天下来 也没有任何暗沉 我最讨厌的粉底液 有两点 一个是搓泥 第二个就是暗沉 然后我觉得这一款呢 就完全没有搓泥和暗沉 这个现象 大家看我的脸 也就知道了 真的就是一天下来 都是非常的亮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粉底液 跟我的皮肤 match的也特别好 然后也不是就是 特别那种假白呀 或怎么样 我就觉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看我脖子 其实没怎么擦 然后这个跟我的脖子 就是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 一个差别吧 所以我就觉得 不会特别假白 然后就是一个 自然好肤色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因为我是一个瑕疵皮嘛 然后我的痘痘 就是痘印还挺多的 它这一款呢 其实已经是改良过的了 已经是香奈儿里面 比较就是有高遮瑕的 一款粉底液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种很heavy的这种痘痘 是有一点点遮不住的 就你用肉眼看 还是痘痘有存在的 但是呢 它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就是在这个遮瑕能力范围内 如果你有一些斑呀 或晒斑呢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遮掉的 或你有一些浅浅的痣呀 就像我这里有一颗痣 是我以前点痣 然后没有点完上的一颗痣 然后今天早上擦这一片的时候 就是它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就可以把这个痣给弄掉 遮掉 然后现在再挤一点 我们来抹一下这个痣 给你们看一下 我就觉得它去斑点的效果 就遮斑点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就假装我这颗痣是一个斑 然后呢 我就觉得它这个遮斑点效果是OK的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是遮的差不多 就是OK的一个程度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粉底液 就遮你的那个晒斑呀 或者淡淡的斑是OK 但是如果要遮特别红的痘痘 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 要继续用遮瑕膏去遮的 这就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然后其他的效果都特别好 然后它的味道太好闻了 使用感太好了 就是你当你摸到这个粉底液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想要买它的一个冲动 这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 好 这就是我一天的实测 都给你们就是分享完了 然后呢 也希望你们看这个影片 对你们有帮助 也希望你们看的开心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真的是好久没有 就是打开我的这个摄像的这个灯 给你们录这种美妆视频了 就是最近都是很freestyle 都在录vlog嘛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就是好好地坐下来 给你们好好录一下这个 开箱视频呀 或者是一些彩妆分享啊 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吧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喜欢看 就是这种主题了 不单单只是我的vlog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看我的美妆视频 虽然我化妆也不怎么异 然后也不怎么样吧 但是我觉得 我闺蜜就是 我跟我闺蜜这样讲 我说虽然我不会化妆 但是呢 我推荐东西都是好用的 然后我每次就把这个东西 推荐给我闺蜜 因为我身边的所有鬼蜜都比我会化妆 然后都比我会打扮 就是他们都是我的那种导师 你懂吗 就是我人生的那种穿搭的导师 然后呢 但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说虽然我不会化妆 虽然我要请教你们怎么化妆 但是呢 我推荐东西都是好用的 然后每次都推荐给他们嘛 然后他们也觉得 哎呀 我推荐东西真的很好用 虽然自己化的不咋地吧 但是推荐的东西都是好用的 好 那就这样了 那希望你们也就是能喜欢看我的 其他的视频 不单单是vlog啦 好那这样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下个影片希望是美妆爱用品吧 嗯 好 那就这样了 那拜拜啦 晚安 拜拜